台北市長柯文哲 下午抵達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傍晚也和上海市長楊雄會面了 柯文哲致辭的時候 就特別感謝上海市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招待 楊雄也對柯文哲表示熱烈歡迎 柯文哲致辭時不忘重申 這一趟大陸行主要的目的就是促進兩岸交流 並且展現最大善意 兩位市長相見歡彼此都非常的客氣 強調今年雙城論壇是定調為城市交流 刻意避開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兩人互送見面禮之後 進行大約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談 晚間楊雄親自陪同柯文哲 游覽黃浦江